好 交通意外来看到台东的台九线319公里处4号的10点27分左右 发生一起严重的车辆自撞事故 一辆由南往北的轿车行经砍顶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数 车头凹陷变形严重的损坏 安全气囊也爆开 那么警销货报赶到现场发现驾驶受困 救出十欧卡另外一名乘客则是受伤紧急送医 至于详细情形人有待警方调查临清当中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脱掉车正在将撞速的小客车给吊起 而被吊起的小客车车头全毁 车上的安全气囊也整个爆开来 这起车祸事故发生在今日上午10点27分左右 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轿车在行经砍顶路段时 因不明原因自撞路数 警销人员在货报后立即赶至现场 并将车上受困的人员救出 但驾驶在送医急救后人士宣告不治 关山镇台九县319公里处于本日时时27分许 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路数的交通事故 该起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伤 事故发生原因由本分局交通小队深入调查理清中 本分局提醒民众 近日重骨地区天气阴雨导致路面湿滑且视线不良 请驾驶人减速慢行以为行车安全 延假期间台东偶有阵雨 如有外出的驾驶朋友 务必多加留意路况 并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返家 介绍陈吉林关山镇报导